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微博FM 我是你们的MC Jack 那今天要和大家聊的电影是七月与安生 可能有些人已经去过电影院或者是在家中看过这部电影了 甚至是看过原版小说 那七月与安生是改编自安妮宝贝的同名小说 讲述了两个女孩在相遇相知 相爱相伴与相爱相残的故事 在讲述这个电影之前 我们首先来听一听电影的主题曲 我特别喜欢的一名女歌手 窦静桐演唱的It's Just What We Do 一起来听一听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电影里的七月与安生 便是完全不一样的女孩 她们一个田净如水 一个张扬似火 性格截然不同 却又相互吸引 安生是秋天 叛逆不济 没有束缚 漠视权威 而七月是夏天 田净优雅 成绩优秀 家长心里的乖乖女 老师眼中的好学生 一个像夏天 一个像秋天 却从13岁 两个女孩 从踏入中学校门的那一刻起 便宿命般的成为了好朋友 七月与安生遇见了对方 便如同遇上了另一个自己 在同一个追求自由的灵魂里面 那个聪明乖巧 懂事上进的你 遇见了那个个性叛逆 胆大嚣张的你 你们如此亲密无间 如此形影不离 没有秘密 也没有芥蒂 范伟奇的一个像夏天 一个像秋天 便很真实地展示了 七月与安生的关系 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吧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 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 我们一个像夏天 你一个像秋天 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 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 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 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 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 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 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 就算我忙恋爱把你冷冻戒冰 你也不会恨我只是骂我几句 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确定 朋友比情人更懂得倾听 我的旋外指引 我的有口无心 我离不开大灵 永远离不开你 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 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 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 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 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 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 就算我忙恋爱把你冷冻戒冰 你也不会恨我只是骂我几句 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确定 朋友比情人更懂得倾听 我的旋外指引 我的有口无心 我离不开大灵 跟你不开地 你了解我所有得意的东西 才闯破我冷水 怕我忘心 你知道我所有丢脸的事情 却为我的美好心想帮你 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 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 就算我忙恋爱把你冷冻戒冰 你也不会恨我只是骂我几句 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确定 朋友比情人更懂得倾听 我的旋外指引 我的有口无心 我离不开大灵 更离不开你 在很多年前啊 忘了是谁对我说过这样的话 女人之间的友谊啊 简直是比凤梨罐头都还要容易变质 其实现在想想吧 她说的这句话 也并不是没有道理 因为七月与安生的友情 亦是如此 在他们的18岁那年 出现了改变两个女孩 有意的主要因素 他们同时遇到了生命中的家明 她是阳光无害的也好 她是胆怯懦弱的也罢 总之 她与七月与安生爱的样子 两个女孩的友情出现裂痕 一起来听一首 《我们都被忘了吧》 这是电影中 七月与安生吵架时的配乐 由歌手谢安琪也唱 我说最怕快下雨的微风 你说你也是一样的 我们笑着看天空 聊着聊着聊到哭了 我们都似乎被谁疼爱过 那些梦完美的无求 好多箱子的温柔 也有不一样的难过 两个许多年的朋友 两段爱来去的理由 在试过境迁之后 我们在路边需求 那被摔了一耳光的梦 像泪声隆隆 我们都被忘了 都被忘了很久 时间就是一段路的烧头 那雨散下的衣袖 那档打暗的面孔 多少快乐走成寂寞 我们都被忘了 我们都被忘了 都被别人忘了 爱情该用多少字来形容 你讲的淡定轻松 我看着乌云飞走 因为所有你的话我都懂 那档又是无中 我说追爬跨下雨的微风 你说你也是一样的 我们笑着看天空 聊着鸟着鸟到哭了 我们都似乎被谁谈爱过 那些梦完美的舞酒 好多相思的温柔 也有不一样的难过 两个许多年的朋友 两段爱来去的理由 在试过境迁之后 我们在路边许久 那被摔了一耳光的梦 像泪声浓浓 我们都被忘了 都被忘了很久 时间就是一段路的小偷 那雨散下的衣袖 那等答案的面孔 多少快乐就成寂寞 我们都被忘了 都被别人忘了 爱情该用多少字来形容 你长得淡定轻松 我看着乌云飞走 因为所有你的话我都懂 爱情该用多少字来形容 你长得淡定轻松 我们都被忘了 都被忘了很久 时间就是一段路的小偷 那雨散下的衣袖 那等答案的面孔 多少快乐就成寂寞 我们都被忘了 都被别人忘了 爱情该用多少字来形容 你长得淡定轻松 我看着乌云飞走 因为所有你的话我都懂 爱尝有时无中 可是最终 安生成就了七月 火车开动 安生在车窗中探出头 对七月喊道 如果你要我留下来 我一定会留下来的 但是为了加明 七月没有挽留 他决绝的放走安生 流着泪 也狠着心 那你呢 你有没有曾经为了一个人 为了努力成为他喜欢的样子 而牺牲掉部分或全部的自己呢 而最可悲的是 到头来才发现 你放走的才是自己最宝贵的部分 流浪中的安生会给七月写信 七月也写给安生 他们不在乎对方有没有读到 也不期待回信 因为他们根本就是在和自己对话 Michael Jackson的 You are not alone 不知道你听过没有 一首低沉而略带感伤的 You are not alone 送给大家 我还是不在乎 我还是不在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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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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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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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身边的闺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记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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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